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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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川普的政策牛肉 到底在哪裡 講了這麼多 進入正題 川普的政策牛肉 他在選舉的時候 就提出了 主要他的政策 大概就是在第一個 大幅減稅 他打算把 美國企業稅率 從最高 從35% 調到15%到20% 個人所得稅率 最高 大概接近40% 大概會調到35%左右 這是目前在國會的一個議案 另外很重要一點是 放鬆監管 他對金融業的一些管制 以及能源 醫保電信等等的 這些產業的一些限制 他打算把它拿掉 再來第三個 擴大基礎建設 他的一個計畫就是 未來十年之內 要增加一兆美金 當然錢從哪裡來 現在還是很大的問題 可能很多是從BOT的方式 去從民間 把這個建設去做起來 所以從這幾點來看 其實都是對經濟 有非常大幫助的部分 另外他也對 美國製造業的一個部分 打算就是要把美國優先 從政美國製造業 他鼓勵海外的美國企業 把錢匯回去 把工廠搬回去 給他做一些減稅的優惠 不過我想這些措施 是不好的一些措施 其實都有在做調整 我們知道墨西哥跟美國 邊境的這一道長城 一開始他說要開始蓋 結果已經去動工了 結果最近美國在 他們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沒有這一項 沒有這一項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是他一開始 要拉選票的一個方法 但是隨著他做上這個位置之後 他的很多政策其實是 慢慢的在調整 也就是一邊做一邊學 那這樣的狀況其實 目前看起來 他的一個表現其實還算是不錯 包括你看他去國會 去做演講的時候 其實態度姿態放得很低 那這些部分其實表示 他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人 我們看到川普勝選之後 其實金融市場的表現是怎麼樣 我們看到在這邊這張圖 從這個川普當選 一直到就任的這一段期間 其實我們看到美國股市是大漲的 特別是小型類股 大概漲了大概有五到十幾個 那新興市場那時候表現差了一點 不過也有這個新興歐洲 俄羅斯的表現在這段時間表現非常好 但是其他地方我們看到債券 其實在這段時間表現不好 那貨幣來講的話 美元在這段期間是走強 也就是其他幣別對美金 這一段期間都是下跌的 那很好玩的一件事 川普上台正式上台之後 整個市場的表現 開始有非常微妙的變化 我們看到右邊這個貨幣的表現 整個cover回去了 也就是美金開始走扁 其他貨幣上良 債券市場也稍微搬回了一層 那股票市場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美國的區域其實還在漲 只是漲幅變小了 漲幅變小了 但是呢 這個漲幅擴大的是 新興市場原本沒有漲到的地方 所以這上下兩張圖告訴我們呢 川普從這個當選一直到現在呢 其實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股票市場 只不過股票市場出現了一些輪動 但是整體的趨勢都是在上漲的 那股市為什麼會上漲 這個原因就要推追本溯源到 川普政策的主師爺 也就是雷根總統 那我想在座各位很多人應該都有經歷過 雷根執政這段期間 那雷根是1981年當總統的 那也差不多川普現在70歲 所以川普在35歲的時候呢 正好就是雷根剛上台的時候 那時候川普也是35歲 所以他正好見證了這個雷根 這一段時間經濟表現非常好的 這一段改革的過程到底是怎麼出來 好 那稍微review一下 雷根總統在位的時候 他其實是從好萊塢的一個小角色 開始爬上來了 他也當過這個救生員 體育播報員 那後來當過加州州長 69歲的時候當了美國總統 講到這邊其實大家應該會有一點想法 川普跟他很像 川普本子他也是一個演員 他很喜歡出來講一些有的沒的 讓你去注意到他 雷根也是演員出身 所以很容易去抓到 這個一般人的注意力的部分 那69歲 當時雷根當總統的時候 他是美國最老當總統的人 現在這個紀錄被川普打破了 川普是70歲當總統 所以這些其實是很像的一些地方 雷根當總統之後 他就採取了一些措施 當然包括減稅 減少政府干預 等等一些做法 當時的人也認為他好像民粹主義很嚴重 可是他在這個任期結束的時候 整個評價是180度大翻轉 他當時被認為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而且這個蘇聯在那個時候 一直跟西方社會是處在冷戰的狀態 最後在雷根卸任的時候 蘇聯差不多就是要解體的時候了 我想這一段歷史 我想大家應該都記憶猶新 那雷根總統他1981年上台的時候 面臨的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爛攤子 因為在1970年代是通貨膨脹很高 失業率很高 經濟狀況表現非常不穩定的時間 所以他上台之後他採取了一些做法 當時叫做供給面經濟學 他的措施第一個大幅減稅 那個時候美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是70% 這個想起來真的是非常誇張的一個稅率 他第一任的時候把它降到50% 第二任的時候把它降到28% 所以這個降稅的幅度其實是非常的大 那資本利得稅砍到20% 除了減稅之外放鬆監管 這個跟當時英國幾乎都是同步在做這件事情 他在上任之後把很多政府的管制政策 包括對汽車、有線電視、電信跟就業市場 都去做了很多的改革 像很多對企業合併的這些反托拉斯的一些case 他也去放寬 我想這些措施其實對於企業的活力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再來第三個增加國防 增加國防支出 看到這邊我們應該會覺得 跟川普的政策已經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一樣的 增加國防支出現在變成川普的政策是什麼 增加基礎建設支出 來看看雷根的成績單 左邊這一塊1981年到1985年 前兩年的時候經濟狀況是不穩定的 但是到後來我們看到1983年一直到1990年代 美國經濟成長開始大概在3.5%到4% 原本其實是非常不好的一個狀態 美國的通貨膨脹從大概接近15% 掉到最低的時候2% 失業率從11%掉到5.3% 所以這是一段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經濟有非常好的表現 所以川普我們剛剛聽到 這個森林兄也講了 他的經濟成長目標是多少 4%其實跟雷根時代是一樣的目標 那講到雷根第一個任期之內 整個金融市場的表現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在右邊這裡 雷根上任的第一個四年 美金是大漲的 我們看到漲了接近70% 那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債券跟股市全部都是大漲的 當然當時的債券利率十幾個% 所以隨便買放個幾年 一定都是有非常好的報酬 那股市的部分呢 我們也看到美國跟整個全球股市 大概也都有三四十個%的漲幅 甚至如果你把美金的漲幅加進來 其實那個報酬率是非常高的 那同時我們也看到其他的國家 日本 德國 也都大概有七八十個%的漲幅 這是第一任期的時候 那雷根第二任期的時候 我們看到美金的表現開始往下走了 走下坡了 那不過我們看到股市跟債市表現 都還是很好 這個債市的表現 一樣是大概有五十到七十個% 那股市的表現我們也看到 原本美國這邊的一個漲幅還是繼續在漲 但是漲了更多的是轉移到新興市場來 我們看到當時的日本漲了一百六十個% 甚至更新的一些地方 當時就是所謂的韓國台灣 那這邊我把它截掉 當時韓國台灣是漲了五六百個% 第二個任期也就是日本大漲 然後台韓跟著它後面漲了這一段時光 再往前推一次是在1999年的時候的升息 不過當時是科技泡沫的後期 所以FED在這一段時間升息的時候 其實也正好我們看到股市表現不錯 而且新興市場正好是經歷過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開始有一波很大的回升 那其實很奇妙的就是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會造成一些相同的結果出來 當然在這一段期間 這個再次的表現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在目前的一個環境之下 其實川普所祭出的減稅跟放鬆監管的這些措施 其實主要都是參考雷根時代的做法 整個其實就超它的 但是如果你把武功秘笈拿來照著去練 可能也會練出個四五成的功力出來 所以我們應該對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其實要用比較樂觀的態度來看待 其實它是有利於投資的 那目前全球經濟的動能都在回升當中 那FED貨幣政策雖然有稍微有緊縮的壓力 可是全世界多數國家都是在往擴大 財政刺激的這個方向在發展 那這樣的環境之下 當然我們投資的一個方向應該是要股優於債 而且應該對成長比較高的地方 像新興市場這樣的地方要多去琢磨 而且新興市場其實目前的本益比 Variation其實算是不高的 那成熟國家裡面我們比較看好 這個美國跟歐洲的股市 新興市場裡面大概像這個印度 中國拉美其實都有一些改革的題材 那這些市場也是我們比較看好的 那債券市場的投資呢可以佈局債 新興市場債 高收益債債債 這幾類去做一個比較均衡的投資 不要只壓在其中某一類上面 那這個期待的一個報酬大概就是它的一個票面席 不能用這個太貪心的一個態度來看待這個債市 但是股市的部分我們覺得應該是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們報告的一個內容 賊感到可以嗎 贊理掉 6朝 122 1 3 3 5 4 5